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觀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超哥,超哥超長的這個詩人,高官都出來解話 解話,很多都是廢話,不值得聽的 陳茂波波,波叔那些話,真的值得聽 因為當議員不斷追捧,吹捧特首的高瞻軟足 你如果現在是競選年任,贏硬 什麼心慶得仁,順應民意的時候 其中一個一事惡惡的,拿不到提名選區議會的 即是他的黨員,不是他自己,實政員卓 田北辰出來說 你搞這麼多事,究竟你的支出有多少呢? 你是不是應該說出來呢? 現在財政很嚴重,夠一年而已 這些支出有多大呢? 會不會令到香港的財政出現這個危機呢? 只有田北辰說的,其他沒有人說的 即是香港社會就是這樣 即是拍馬逢迎,吹捧 你什麼意思?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那裡說 特首,你這份施政報告真的很好 如果你現在選,你就贏硬了 你說這種話,這麼噁心的事 好了,波叔現在出來解話了,我覺得重要 現在施政報告每年經常性開支 大家記住有兩個概念 一些就叫做一次個個開支,一個叫做經常性開支 很簡單,你說我現在要買個電視 回來那個就一次開支 電視,家庭開支 但你說現在我要上網 每個月都有三個水 那些就是經常性開支 那你家裡要繼續 那一次個開支還是經常性開支呢? 那你現在搞九萬多個辦公室 有很多都是經常性開支 數十億 究竟多少十億呢? 也沒有說清楚 那麼波叔就說 幾十億 他做財爺的數字都是 都是猜猜猜猜的 那麼現在他說呢,今年的財赤呢 今年的財赤呢 2023、2024的預計的財赤 剛剛的財赤原住案 在年初的時候 赤字是544億 OK? 544億,他說不是了,不行了 可能會過千億了 那個財赤是比 估算的時候是高的 可能會過千億了 原因就是 外圍經濟環境不好 逆後這個復甦的步伐很慢 賣地收益印花稅都減少 於是 財赤是估計是1000億以上 那麼他就很樂觀了 他說經濟周期有高有低的 財政儲備足夠支持香港 在經濟搞差的時候挺過去的 他說在下一周期經濟復甦的時候 這個財赤就會輸完 但是現在呢 稅收他就叫做 暫時按兵不動 你看看這些語言藝術 他說折留部門編制 資源每個部門要減少1% 作為靈活調配 寫了那個 信給各個部門的 你要減1% 什麼叫減1%呢 退休的人 你不夠人受也好你不要請 減1%要將1%給回中央 即是給回香港政府的中央 不是給回大陸的中央 等他作靈活調配 不夠人你不要請退休的那些 非必要的那些 你那些原子筆你用到盡才來換 即是那類的 所以呢 人工暫時不減少 不過呢 就是那個編制等等 是不會有任何增加 甚至人走了都不會加進去 現在他說什麼呢 至於不同基建項目呢 就在鐵路完善發展物業 可以補貼有關開支 甚至可以就大型基建發債 好了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 他說可以挺過去 我們的財政儲備有多少呢 你不要說那些什麼 頂住外匯基金的那些 退休支費是 六七千億 夠十二十三個月 我想問陳茂波 在未來這個時間都下個財政年度 香港的賣地的收益比預期少很多 香港的樓市的交投比預期少很多 樓價跌 印花稅當然也會跌 交投跌 股票的交投也都比預期少很多 即是股票印花稅都跌 地產公司賺的錢扣 這個地產收入的利得稅 以及一些打工仔的身份稅 例如地產經紀都少了 雖然雖然是偏低的 都是全民就業的 就這幾項 在香港靠地產收入 作為這個稅收的最主要的來源 賣地少了 樓宇的印花稅少了 股票的印花稅少了 我想問陳茂波 你憑什麼 我們暫時的財政儲備可以挺過去呢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大計呢 除了 除了發債 除了發債 鐵路原線物業都是鐵路原線物業 都是物業 是不是 你看誠哥真的沒有死錯人的 七折賣完樓之後 你看看樓市現在是不是一沉不起 蝕樣盤 剛剛我跟顏寶江做過節目 九月份的蝕樣盤 二十間有一間蝕樣 開了五年都要蝕 其實是很恐怖的事 這個是崩盤的一個跡象 好了他現在 減辣了 他就提告減辣 他說呢 從特區政府的角度來看 是要有秩序的調整 沒有出現恐慌性賣樓 調整無妨 他說過去五年九成人是首次置業 大部分都是自住的 不會因為樓市波動而急於估出 適當的時候調整禁壽期 有助增加二手樓的供應 他說了 我們都有分析 減辣 是 目的是 增加需求 想減辣 然後 再增加供應 即金壽期減少 究竟他想增加需求還是想增加供應 減辣是否真的可以增加需求呢 金壽期 減短就一定是增加供應 OK 那麼樓市 會怎樣跌下去呢 減辣減得不夠 需求是否真的大幅增加呢 供應是肯定增加到的了 但是那個需求不能夠大幅增加 樓價是否繼續會跌呢 他說 若樓市在減辣後指 跌回升當局會手全面撤辣 視乎供應 視乎需求 經濟 市場已分 他說不到 我以為是哪裏 這樣 但是 馬上看到立竿見影的結果是甚麼呢 減辣就是 少了樓宇的印花稅收入 然後股票印花稅 他說香港減了0.1% 下調到0.1% 香港上市的公司有一半來自內地 股票上落受多種因素影響 今年以來內地經濟有調整 地緣政治壓力緊張 股票在年頭調整股市 已經是十幾個百分點 跌了 那究竟股票的吸引力有多大呢 印花稅影響 股票流動的其中一個因素 而以 市場結構經濟 買賣差的影響都很大 所以 印花稅除了考慮庫房之外 需要考慮市場的競爭力 會檢視如何提升股市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經濟的東西跟政治很不同 政治經常加大力度加大力度壓到別人變屎餅 於是就由亂入自由自由自由 經濟 永遠都是你做多一件 第二件就會出事 做完第二件 第三件就有問題 永遠不會一個藥方解決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 你 降低 樓市 這個減力的措施 降低它的印花稅 降低股票的印花稅 究竟你想增加需求還是增加供應 永遠都是這樣 你降低股票的印花稅 是 無疑 會令人覺得 買賣股票的成本降低了 但是是不是因為這樣就會吸引人買股票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非但吸引不了 買股票 因為整個大市是不遷就的 你就會減少了政府的收入 這個才是大問題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陳茂波你的樂觀其實老老實實 就是 考虎難為蒙米吹 你自己 有多少斤兩大家知道 你冷手撿過熱煎堆的 本來就是 由這個議員變成副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現在變成 做財政司司長 你有多少斤兩你怎麼看到這個大局 怎樣去對這個經濟 今年的經濟 一沉不起的經濟 你有一個治理的能力 這個是 全部看到 在最困難的時候 你出的招可以有多少 更何況 現在特區政府裏面 人容官當道 你看得到 經濟不行 你搞這個夜繽紛來刺激經濟 就知道你 那個計劃 你的資質 你的能力是極度有限 如果看得到的 夜繽紛有多少作用 你吹高得這麼厲害 對香港的GDP 有多少個比憶 連科副局長負責夜繽紛的黃偉倫 你問他有沒有KPI 有做好一點 根本就不敢說 其他經濟的東西最好就是有KPI 就是我搞完這件事 我希望能夠刺激那個GDP增長 有百分之二 百分之一 說都不敢說 因為他明知道做了是沒有用的 現在 很多人都說特區政府搞很多事 搞很多辦公室 是吧 只研究劏房也研究十個月 其實 他是認中央政府的要求 是吧 認這個港澳辦主任的要求 告別劏房 於是告別劏房 他就用一個叫做 告別劣質劏房 有些優質劏房是可以存在的 這叫什麼呢 虛應故事 從中國官場角度來說 虛應故事 就是說 做了的啦 阿sir 做了的啦 阿爺 有些事就做了 不過未必一定很有效果 我做了一個因你的要求 我做了的 保隆說要 告別劏房 告別這個 可恥的香港居住環境 那你就搞了 十個月研究 這個是特區政府的特色 所以你不要 看到眼花撩亂 好像二十幾三十個工作組 辦公室 你搞到你亂了 不需要看那些 講實質的效果 我覺得今天在香港 你政治就不用恨了 又搞二十三條又成 跟經濟是背道而馳的 不是看看香港的經濟是怎樣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看財政 那個儲備 那個財政的開支 那個赤字 如果大家要看就看這件事 當你賣地又少 股票流動量又少 樓價又跌 的時候 我不知道阿陳某波憑什麼 是可以挺過去 是 下個經濟周期再上升的時候 百業興旺的時候 這些錢就會來 這些錢就會繼續來 是吧 玫瑰 隻雞就提 玫瑰隻雞就提 許冠傑唱 你認為這些錢會繼續來 但是問題 下個經濟周期 可以什麼時候都來 我們的開支 是不斷地 付出的 正如 我爸失業 那個媽媽問他拿家用 他說這個月沒錢 給你家用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多給我 我找回工作做 就可以給你正常的家用 那你什麼時候找到工作做 不知道 現在問題就是 不知道 現在是望天打掛的 歐美那些你不用想了 不用想了 去新加坡 一帶一路 窮的朋友多 那裡 有多少人真真正正可以在那裡 即是投資 什麼中東的錢 那樣那樣 然後呢 會靠祖國 祖國自身難保 黎菩薩過綱 經濟不行 政治不穩定 他怎樣幫你 是吧 幫都幫自己先 那我想問 陳茂波憑什麼 說可以挺過去 下個經濟周期 我想問 什麼時候到來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會來的 不過是什麼時候呢 問題就是 好 聊到這裏 有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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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收看 多謝你收看 再見 O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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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